不明针筒随意摆放在塑胶袋内 这可不是在医疗院所 而是在号称最美自强号的EMU3000座店旁 民众手被扎一针 吓到快崩溃 一名李小姐三号大乘台铁 新型自强号372车次 从台东要到新左营站 当时坐在座位上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直到移动座位 手掌突然感觉到一阵刺痛 查看镜发现有针筒藏在椅子的缝隙 跟台铁人员反应 对方只简单回答 要厘清责任归属 不一定会赔偿 让他气得大骂 实在有够倒霉 看他的针头里面 到底有没有带血液 跟那个病菌或病毒 万一对方可能真的是 比方说他有性病肝炎等等 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 医师提醒若是遭到不明针筒扎伤 建议立刻到医院检查血液感染疾病 包括BC型肝炎 艾滋病及没毒 这种的细针 绝大部分都是用来糖尿病的病患上 使用胰岛素针 毒品使用也有可能 或者是肌肉崇拜者 单从照片上推论 应该是施打胰岛素的真迹 只是拥有这支针筒的主人 是怎么使用他的 目前是个谜 被害人目前也已经去抽血化验 台铁也才通报警方调查 目前还没有接到被害人来报案 他会向铁路局取得相关资讯来追查 铁路警方将依售票记录 针对该座位之前的乘客调监视其追查 台铁也要求清洁公司 全面清理车厢 落下这根针筒 搞得人心惶惶 解重想理财神才能报道